台北市政府逐步推动机车路边停车格收费 8月30号起捷运松山新电线、文湖县、新炉县 以周边300公尺宽12公尺以上道路为范围 将有多达15900格机车停车格将进行收费 每次费率为20元 我们的收费范围捷运松山新电线大约有9100格 然后占沿线的总格位数39.8 然后文湖县跟中文新炉县有6800格 占收费格位是30.67 所以对当地的居民来说 其实我们有大概6成到7成的格位是没有纳路收费 所以居民要停车是还OK 但是我们依照我们刚刚的收费方式来说 我们会把主要的比较大条的道路进行收费 让来这边停车的有需求的民众 他们可以以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去停车 然后也比较容易找到停车位 另外为鼓励民众搭乘捷运到目的地 9月1号起推出机车转乘捷运停车优惠 民众在路边停车并使用悠游付缴纳停车费 且停车当日使用B乘车搭乘捷运者 每笔可享5元回馈 我们有去观察到目前有提供公车转乘捷运的优惠 U-bike转乘捷运也有优惠 那我们其实有一部分的人 他是使用我们的机车转乘捷运 那如果说我们捷运站周边收费 其实对于这些民众来说 他可能会因为他的成本提高 他就直接骑乘机车 然后会到他的目的地 其实这反而是对于我们转乘 鼓励使用大众运输的那个目的是有相违背的 那因为我们议会这边也有关心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检讨之后决定推出这个方案 那希望可以让民众维持他原来的方式 就是他骑乘他的机车去转乘捷运 那这部分我们会给他一个补贴 就是给他一个优惠的部分 让他可以维持他原来的转乘 然后也鼓励大众运输 听晚处表示收费前除了设置收费排面 并夹单宣传 设置于道路旁的机车格 也将设置回复式导杆 以减少机车应推挤溢出的停车范围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道 同时 谢谢观看